你要跟女朋友一起来参加我们节目是吗 对 想姐姐什么问题呢 我想跟她退婚 退婚啊 对 那你跟她公共过这个事吗 还没有 没有 那要不你给她打个电话 看她愿不愿意跟一起来 可以 喂 喂 我想跟你说个事 说 我想跟你去参加那个爱情保卫战 为什么 我想跟你退婚 什么 我想跟你退婚 你怎么回事 开玩笑的 闪时 闪恋 闪定婚 现在有人说 要闪跑 行吗 跑得掉吗 这背后又有些什么呢 让我们掌声请出这对恋人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赵二十三岁 来自辽宁私营业主 女嘉宾元月二十三岁 同样来自辽宁 是一名文员 来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你们啊 你们没来之前 刚才我用了几个闪来描述你们这段情 是吧 你们自己再把这个闪跟老师们详细的说说吧 去年他那时候参加一个兼职的活动 然后就看他就对工作挺认真的 觉得一个对工作这么好的人 然后应该对家庭啊 对生活什么都能比较好 通过要那个微信的方式吗 经过一个多月确定了我们两个之间的恋爱关系 一个月确立恋爱关系 对对对 经过了三个月吧 然后我们就见了双方的父母 这叫闪见对不对 我们双方父母对我们两个都挺认同的 过了半年的时间就把这个婚事给盯下来 也就是半年就准备闪婚了 结果 现在 男方觉得 太闪了 你现在是想闪人了对吧 对 干嘛要闪呢 因为从初到现在 还要在他父母面前 在我父母面前 我根本就完全想象不到他是同一个人 父母面前就表 表现得非常非常好 然后在我这呢 不是打就是骂 有一次吧 然后他公司说要加班 我就五点多去公司去接着他 我在这等 等到七八点 我就给他打电话说 说你怎么还没出来 然后他就说可能十点多 然后从七八点到十点多 中途我睡了几觉 醒了几次 就是被冻醒了你知道吗 到十点多 他就说可能十一点左右才能完事 那我一边下班 我还一边顾着你 我累不累呀 我也心疼你啊 你想没想过 然后吧 我就又等到将近十二点 他还跟他从他那个公司出来吧 上次我也没跟他说什么 就是上次又跟我吼又跟我闹 还要用手掐我还这么掐我 我脸刷的全是血全是口 你能不能别这么夸张 我是为什么对你这样 我上车我看他睡着了 我特别心疼 然后我对他血海温暖的 他就连理都不理我 就冷哼声说 你赶紧在那睡觉吧 然后就不想理我 不是那我不是说因为怕你上了那么久 那么久的 能不能好言好语跟我说 我上了一天吧 我就希望你跟我好好说两句话 有那么难吗 我热脸贴你的老屁股 那我不下车 我在车上留着干什么呀 不是你下车了 他的脸怎么会有的 他当时就是抓着我的手 使劲抓不让我下车 然后这个手表嘛 现在还有一个 就给我就是吐了皮的那种的 我当时就哭得不行 装全化了 隐形眼镜都掉到脸上了 晚上我跑到外面 然后他就给我扛起来了 给我扔进那个 后面那个座上 你怎么不给我扔进后备箱里呢 扔后备箱那叫房价 车当时都颤颤了一下 你知道吗 然后进去就使劲抓着我的手 不让我动 跟我讲道理 你说我能不打他吗 不是 你就说我在怎么把你手装得红 然后你还用你那个手指甲 然后这么刷 我现在这个吧还在 弄我 这 这两边都有 哇 真有哎 那边呢 说明你体质差 修复都不好 姑娘从遗传学的角度来说 这种人也不能嫁呀 他有一次公司开会 给他打电话嘛 他不接 当时没电了 还催着我去开会 然后我就 我要不要工作了呀 然后我就赶到他公司那 再给他打电话 然后这个时候 他电话也接嘛 接了然后我就问他 你在哪儿啊 什么呢 那是问吗 那是喊吗 那我就急嘛 那我不是急嘛 你急你就可以 你急你有理啊 然后呢 发生了什么 然后吧 然后他就又把电话关了 我就越来越等 等到那个公司里人都走了 就剩两个保安在那儿 我还进去问他 然后那人家保安说 太晚会 他就走了 然后我就开车 回家去找他 他呢 从超市买了 一大包吃的 准备回家吃 然后我就用车 把它变停了之后 我想下车 你还好意思说 你变停了 你怎么不给我撞飞呢 你觉得自己挺帅的 是不是 好嘛 我这个脚刚从车顶下卖下去 上去就空旺一脚 就直接把我踹 就直接把我踹在那儿 踹哪儿了 肚子 他还用那个钱包砸我 然后就躲嘛 躲完之后 他看钱包没砸到我吧 又去找那些砖头什么的 真的假的 真的 真的吗 没砸着嘛 你也不上他 然后跑到一个小卖店的时候 他把我追上了嘛 就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子 用脚踹 用手挠 旁边人都在劝 说你不要打上去 然后他挺可怜的什么的 还不还手 说你挺可怜的 对呀 然后他们说 他们说完了之后呢 打得更狠 最让我接受不了的是 旁边还有人 用手机拍视频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子 让我怎么下来台呀 你就一直让我下来台了 他冬天 夸张不夸张 就两件衣服 都洗掉色了都 然后我就给他买衣服 都打包好了 他嫌贵 然后他跑了 不是 你说我是嫌的衣服贵吗 我是嫌的衣服 我不喜欢 我不喜欢穿 就剩我一个人 让我在那 你又打他们是吧 然后吧 你通过讲主任 然后我就在那个 楼梯口那等他 等他之后呢 他就用了那个手提包 就顺手上来 你就让我一个人在那搁 人都以为我买不起 人票都开好了 你就跑了 然后就用那包 然后顺手上来打我 这次人比上次还多 你当时是个什么样子 你能学一下吗 我没还手 我告诉你 以后再打你的时候 你按我这个做法做 蹲下 蹲下 抱头 咱们练好 这个防护动作就不怕了 来 蹲下 对对对 头摆好 这就不害怕了 打得很磨 还行 那次打得还行 你基本是用腿 还是就是用脚踹 用手 手累了 用腿 腿累了 用手 还有一次 他中午他说 他想吃那个西红柿炒鸡蛋 然后我就特意 跑他家去给他做的饭 这个人上去吃两口 把筷碗旁边刮一放就跟我炒 然后旁边有个充电宝 就拿着那充电宝 就趁我头框 为什么呀 这什么道理 我想要加糖 那西红柿炒鸡蛋 我告诉过加糖 你就给我加点糖行不行 不是 你非要跟我做对 我就想吃甜口的 不是 那你是自 就是说他嫌自己胖吗 然后我就怕他糖吃多 然后又长肉什么的 然后他就是自己说 减肥啊 怕不吃饭什么的 不是 点肥是女人一辈子的事业好不好 哪次点肥成功了 你就不能容热我一次吗 所以还是当着他妈的面 你知道吗 他那个充电宝 充电宝他都碎了 然后我头还能 没有事 我觉得头挺平的 那我妈不是帮你了吗 给我骂上什么样了 当年我走 你妈把你往哪儿撵 把我往他家撵 那可不就是帮你吗 你现在要退婚 家里人知道吗 我说有一次吧 跟我爸妈说过这件事 然后我爸妈就一下就急了 为什么 因为他在我父母面前 就特别好的一个形象 我妈就直接跟我说了一句 你这辈子要不跟他结婚 你谁也不用接嘛 马上不是吧 所以家里人也得不到支持 对对 因为我现在就是说 有一种有苦说不出那种感觉 去跟谁说 那你没设计一下 把他带到你家 你给他火拱起来 他一打你 你们家人不就知道了吗 有一次我当着我 真有啊 来来来 我就说当着我爸的面 行让他跟我吵 然后这个人 当着我爸的面 就一直在劝我 还说让我爸不生气 然后我爸居然变成他 给我打 这为什么 为什么 就是他跟他一个女的 要那个什么手串什么 他喜欢闻完那些东西 我也不懂 跟人要你知道吗 人要撒给你就自己给你了 好不好意思要啊 然后我让他别要 前好几天都说让他别要 然后分儿要 分儿要 我那天在他爸面前 我实在忍不住了 我说你能不能不要啊 反正他爸就等我怎么了 我就说了 说完我想走吗 他爸给我拉回来 就给他一顿打 然后晚了他还在劝我爸 你别生气啊 说我不懂事什么什么的 我笑容老人呢 我笑容老人 这个我不是装的 我跟你讲 对我承认你确实挺笑容的 你知不知道 你现在要跟我退婚 让我怎么想 我对你有多好 你对我做过什么 对啊 你对他好吗 好 我觉得是特别特别好 你说说你别激动啊 姑娘 他就是人特别懒啊 每个礼拜 我到他家两次 打车他家给他洗衣服 洗完了 然后再晒干了 晒干了 再打车回去 再给挂起来 然后天天晚上上网 什么玩任务什么 我从来不玩 这些大型网游 跟他那些兄弟 嫌我累赘给我撵走了 我还得给他送饭去 然后每天晚上呢 我回家之后 我就是看着手机 每一个小时问他 回没回家 他要没回家 我不放心 明天我们俩都得上班 有一次更过分 好 一板上没回家 我就一板上没睡觉 他说这几句话 完全改变了这个事的性质 就基本上从家庭暴力 变成了妈管儿子 接着说接着说 他对我 真的没有我对他好 是是是 就是生日礼物 生日礼 圣诞礼 不是 你说这个生日礼物什么的 然后我就 他生日礼物 我提前几天我就问他 我还问他好几遍 我说你想要什么 他按我什么都不去 什么都不要 然后就不给他买呗 然后他也跟我讲生气 女人不都这样吗 哎呀 那我就是这么一个人 我也太不透过什么 是不是我需要我点你一下 那你追我 我没点你怎么知道追我呢 对呀 姑娘 我敢肯定你当时点他了 要不然他不敢追你 我真没点 我说哎呀 不要省点钱嘛 你看怎么 没事我就装一下嘛 真什么都不买 不是说 你让我怎么买 这个打他的呀 不是 好好好 我哭了好几天 我真的哭了好几天 对我忘了一件事 他给我骗了 这怎么回事呢 他直接是三个月 不是 你说我怎么骗 我怎么骗你吗 你说你说 你怎么骗我 我就说两件事 就是 不是说一件事就改两件 说吧 认识三个月 好嘛 说 他跟我说 他爸病了 东西他那水果都买好了 就让我这个人去 去看完了 他爸什么事都没有 就是给我骗了 见家长 就可火速了那种 然后过后就是几天吧 然后就唱歌 唱了可晚 怎么叫都不回家 我心里怎么回事呢 然后晚上告诉我 我回不去家了 你让我上你家待一会呗 然后我心里就去吧 后背下人人东西都买好了 然后就去上我家 就是骗我见了双方父母 然后半年就吃饭 婚都订好了 房子他家都买好 他爸他妈特别喜欢我嘛 然后现在 我家里亲戚全知道他 过年就等他回家呢 他跟我退婚 真的 丢人丢大了 我跟你讲 不是 你说你让我怎么 怎么去跟你结呀 我现在就是说 想到结婚以后 他对我 就打就是骂 我说不了 我问你 他打你那些 你自己拍照了吗 没有 以后要拍照 不仅要拍照 还要给110打电话 报警 被案 干嘛呢你们 我特别喜欢这个键盘老师 总是给那么准确的音乐 得嘞 我也不说了 听起来喧喧闹闹的 但是这个背后 还能感受到有爱 来一起 秋比特问卷 首先我先定性啊 加宝 打人是不对的 不管是男打女还是大男 我每次都管着他 就像没长大一样 就是这样 这就是刚才赵川 说到点上了 你把他当孩子 你不是一个 不讲道理的人 因为你知道 在父母面前 你温柔体贴 你也知道 当着他的父母 给足了他们尊重 而且能够 好言好语跟他全国 为什么 在你们两个人之间 你一定要这种 表现形式 我觉得跟两点有关 第一 你们从认识 到确立恋爱关系 到最后订婚 时间太短了 可能以你的本意 你会要慢一点 但是已经把你 推到这个位置了 也就是你周围的人 父母 双方 父母都觉得你很好 你们俩在一起非常好 对 我现在已经 无法推回了这种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基于你已经 没有退路了 你对他就可能 就是恨铁不成钢 你在短时间内 你已经发现 他并不是完全 像你想的那样 所以你觉得很着急 他怎么能是这样 我们马上要结婚的人了 所有人都看好了 我们是要走一辈子的人 你怎么是这样的人 所以你着急了 种种加线之后 你觉得这种沟通 已经无法到位了 你就用出了这种极端的手段 你开始是因为急 想去沟通 说你怎么这么不理解我 到最后 你甚至于得到一种自我满足 这种满足来自于说 你看 你让我打 你是爱我 而我打之后 告诉你为什么让你打 让你成长 孩子 你要迅速地长大 妈这么管你是为你好 明白吗 你本性一定不是这种 打的这种 我从来不打别人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 我俩是不是命不合 还是怎么回事 没那些事 给你建议 两点也是两点 第一 我们这个婚期 可不可以再往后延延 第二位 我生气的就是 全都是他家人提的 包括见家长 连订婚都是他提的 他现在跟我这么说 我就是生气这个 所以你着急了吗 所以这么着 咱们先放缓心态 我内心已经倾向于 我们的婚姻了 所以我看他这样 太幼稚了 我害怕 对啊 那你找不着这么一个儿子 我喜欢他 我爱他 就是啊 那你就接受这些现实 好不好 我们把婚期稍微研一下 不要着急 慢慢再磨合 他是能改的 他本性不是这样 你要给他一定的宽容 你也不要太着急 好谢谢 来 想抱你一下 为什么想抱你这样 因为你知道从 大概中场开始 一直到 刚刚朱老师讲话的时候 他整个人是这样 他的状态是这样 拽着拳头的 然后从这边 一直青筋暴露到这儿 他没有放松过 我首先要说的是 一个男人 不管你现在想不想退婚 你曾经爱过这个女人 或是还爱 我不知道 但是你推着人家 一路到订婚快结婚了 如果让一个女人处于这么紧张风景 像在战斗一样的在 谈恋爱 我觉得你都必须要反省 我并不觉得这个女生天生就有暴力倾向 我认为每一个男人 我期许大家都要有一个自我反省的能力 如果我把一个女人爱成了神经病 我把一个女人爱成了疯子 我把一个本来脾气不坏的女孩 爱成了一个脾气暴躁 每天在丢东西的女人 那么我首先要问的是 我有什么地方该改 而不是我要逃 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温文尔雅 虽然不到自信优雅大方美丽 但是我以前交男朋友也从来不打人 但是我必须跟各位承认 我真的打过黄国伦 在某一个点 我真的被激到气到 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的情绪的时候 我就扁他 我扯过他的头发 然后我整个人把他扑在床上过 然后我气到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 各位曾经可能有人听说过 我还砸过他的吉他吗 如果光听这一段 你会觉得说奶昕你是疯子吧 怎么可能这么暴力啊 黄国伦你应该赶快跑啊 可是我们周围所有的亲友都知道 我对国伦有多爱跟多好 当我越打骂的时候 国伦不会变好 他只会逃 但是当我换一个方法跟他说的时候 事情就改变了 以前我要他做一件事 我说黄国伦你做不做 你不做我就跟你分手 你不做我就贬你 他不会做的 他会跟我抗争到底 但是有一天我跟他说 国伦我相信这件事情你可以做得好 我好想看你大展神威的样子 想看看全世界知道我的男人有多棒 他做了 当他搞定了这件事 我搞定了他 但是不是用武力 而是用智力 其实你知道吗 虽然大家觉得说 天才好像我很暴力 可是我可以跟大家讲 真的我被吃得死死的了 所以你不要装可怜了 你知道通常 现在是谁要退婚 是你要退婚 现在是谁哭着说 我不想退婚 是他 所以你们两个 谁是真正的强势跟弱势 我们在台上一时半会儿 是看不出来的 你们俩 一个擅长挑逗 一个擅长战斗 他是可怜之人 必有可恨之处 你是可恨之人 却有可爱之处 你们俩现在处于一种危险的状态 如果过了这个坎 可能会很好 但如果过不了这个坎 可能从此就分刀扬镳 我可以用太多的视力 来形容平静之前的激烈 比如说那块炼好的钢 非要刺的那水里面 刺一下 刺的那一刹那 多么的激烈 但只有刺过那一下之后 才能成为一把好钢 所以你们这个时候 磨合得越是鲜血淋漓 如果将来好了 就能好得更加水乳焦肉 很多夫妻之间 就是在熬不过那一关 就是磨合得最难受的时候 彼此最不认同 最激烈的时候 没有熬过那一关 最后就分了 但有些熬过了那一关之后 可能感情非常好 爱之深则之弃 你良苦用心 他却不解风情 这个打是亲骂是爱 来自于八十年代的一部电视剧 叫做好爸爸坏爸爸 里面有一句歌词叫 打是亲来骂是爱 哪个爸爸不打人 哪个孩子不挨打 打过了之后 在打的时候 没有任何一个孩子 能够理解父母的良苦用心 在最后自己做了爸爸 做了妈妈 或者董事之后才知道 当时爸爸的拳头 打在你的屁股上 疼在自己的心里 但是说句实在话 你就知道吗 就是打人的那一刹那 忍住了 攥的拳头 指甲掐到肉里边 掐出血来 而不打出去 这种爱是深沉 又有几个人牙齿咬到出血 这句话不骂出去 又有几个人 指甲掐到肉里 这全都不打出去 这叫爱人 但是你 从最开始的良苦用心 到最后成为一种惯性 至于是一种发泄 这就不对了 别说话 你要是能够忍住 瘾而不发 什么时候你就成熟 在一座山上 有一座石佛 山下是一级一级的台阶 要爬过一百多级台阶 才能去拜佛 所以那个台阶就特别的不满 问那个石佛说 你也是石头做的 我也是石头做的 我们都是取自于同样的食材 为什么你天天受人跪拜 我天天受人踩踏 石佛跟他说 你经过了简简单单的四刀 就成形了 而我 却经过了千刀万挂 才立地成佛 所以说爱心也一样 你们这些现在暂时的痛苦 如果不真正的经历了 将来怎么可能修成正果呢 很难 这一点很难 但我祝福你们 可以朝那个方向发展 既然相爱 又为什么要彼此相爱呢 就这样 别看 黄金60秒 每天打我真的受不了 真的很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X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自己年纪比较小 姑娘打算在什么时候嫁给她 我想在五年以后 我就希望我们能够积累一部分的经济 我们可以先乘个家一起努力 慢慢地来 虽然说我不是一个很设定的女人 但是我觉得我看我周围的女孩 找的男朋友都挺有钱 哪个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女儿 能嫁一个条件好 工作也好的一个男孩 工作好 家里条件好 不见得对您的女儿好 我对她的这种真心 真的可以到了非她不娶的程度了 虽然说经济条件是外部条件 但也就是主要的 最起码你在天天市市里 有一套八十平方到一百平方的房子 咱们就说世俗一点 对 有点 起码这种有一辆车 您嫁的时候也是有房子 我们嫁的时候就是因为特别苦 当时白手起家 所以就不想让孩子走自己的路 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 请出这对嘉宾 掌声有请 欢迎啊 欢迎 主持人你好 好好好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各位老师好 好好好 现在关系怎么样啊 我们准备十月份结婚 你母亲还反对吗 现在不反对了 她今年也换了一份新工作 今天你母亲怎么没来啊 妈妈还在新疆比较忙 所以没有来到新疆 没来是吧 但是我知道好像编导已经做好了准备功课 是要有一个连线是不是 来来来 我们来接一下 来 阿姨我是张希 你好张希 有这么客气呢 阿姨我们正在录节目 然后现在那个赵川老师想采访一下您 我没什么想问的 我就问你接不接触这臭小子做你姑爷呀 赵老师你好 好好好您好啊 对对对 接受吗 现在接受了 接受了啊 那您是怎么转变的呢 因为现在张希呢已经转变了 嗯 就说呢工作今年呢非常努力 然后换了一个外企 哦 薪资呢也不错 但我们俩女儿那个工作上业余时间 她不搞主持 她也很支持了 不像以前那么反对 每次她去搞主持节假日嘛 都张希就跟着去 照顾她 呵护她 就是这样的 哦 行了 我们听明白重点了 妈妈在意的并不是说 她收入有多大的改观 而是发现这一年多来 她对你闺女儿的态度转变了 对你闺女儿特别的呵护 所以愿意把女儿就交给她了 是吗 是的 谢谢你啊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对给您也拜年啊 谢谢您 好吧 哎好 行 我也没落着让你跟你母亲说话 没事我们天天打电话 天天打电话 所以也也犯不着是吧 嗯 那你们俩也代表这个 即将步入婚礼殿堂的这个情侣 给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拜个年 好不好 来来来来来 在新春佳节来宾至今呢 我也想祝福 现场的每位观众朋友们 以及电视机前的所有观众朋友们 还有我们爱心保卫站的所有工作人员 以及老师 祝大家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金猴献锐 财源广 银树成祥 花果树 祝大家新的一年 芝麻开花绝节高 一年更比一年强 谢谢大家 哎呀好好好 刚才这一队你们也看到了啊 有什么要跟他们分享的吗 我觉得从男人的角度来说的话 这个女生打你两下就打你两下 因为 只要不打死就行 我现在这也是崭新的 就是打两下就打两下 我觉得这个女孩可能也是爱之深恨之切 所以说她可能也是有点恨铁不成钢 所以说她可能把自己心里面所有的情感 全部发泄在这个男人的身上 也有一点这个撒娇的成分在里面吧 但是我觉得再怎么说也不能应该太狠 适可而止就好 所以说像你那一道就不算太狠 这个就是极限了吧 这是极限吧 就是可展示的极限吧 其实看完以后我也挺心疼的 我是当时脑的时候没有发现 事后才发现的 好吧 祝你们猴年礼互相恼痒痒 身上红一片 开开心心的 红红火火过新年 对 红红火火的 最关键 你看我就说 这极强话我根本说不过 祝你们十月份的婚礼如期而至 开开心心 谢谢 我还是那个老观点 祝你们早生贵子 谢谢你们 请回 请回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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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回 曾经的剑拔弩张 通过了这个平台的沟通和交流 一家人又一次的走在了一起 一场美丽的婚礼即将如约而至 可是现场的这一对 他们的选择是什么呢 请开门 这应该是这个舞台上 爱的最热烈的女人 我就一句话 我觉得女生绝对不能打人 男生当然也不能打人 但是男人千万不要做一个 让女人想打你的男人 有的时候 在人前可以装大男人 但两个人的时候 做个小男人温柔一点 没事 这才是大丈夫 怕老婆大丈夫 老婆 我知道我以前没有知道你的心 我也没去跟你多共通 也没有去平静的下来 放心 好 我觉得我挺没有脸的 其实 遇到他之后 我觉得结婚就结婚吧 半年就半年吧 说实话 没遇到你之前 我觉得我没玩够 真的没玩够 现在我真的 我愿意把一切都交给你 咱们以后一定要好好的好不好 行 我相信你 你也相信我 好 来吧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吧 谢谢 谢谢 我愿意为你做一个小男人 老婆我爱你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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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走吧 别秀了 谢谢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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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